抱着小儿子聊工作 李诺义带大儿子去探望太太和刚出生的小儿子 TVB小生李诺义最近迎来喜事,太太为其诞下小儿子 不过目前他正忙着工作,所以并不能每天都陪在太太身边 而他最近就带着大儿子一起去探望太太和刚出生的小儿子 他一手抱着小儿子,另一只手则通过电话来聊工作 早前接受采访已经透露最近工作忙碌,不能陪着太太 不过已经买了六位数的钻戒送给太太 太太最近就晒出了李诺义带着大儿子到医院探望自己和小儿子的温馨一幕 他透露大儿子刚放学就过来了,至于李诺义则比较忙的样子 他一只手拿着电话正在商量工作的事情,另一只手则抱着熟睡的小儿子 太太也有晒出个人美照,素颜出镜的他加上了一点美颜效果 他摆出剪刀手,并且露出微笑,看起来心情不错 早前他们夫妻俩担心大儿子会不理解 不过他们在前期已经做足大儿子的心理开导 如今看来确实有用